2024台北樂活夜音季正式登場了 很多民眾頂著寒流來賞音 台北市長蔣灣去年還有今年他都有出席 去年提到浪漫氛圍可能出現第四胎 是否繼續再拼呢 他說還在努力 刷盤刷起來 台北市長蔣萬安化身DJ 樂活夜音季搖滾登場 來這裡告白 我相信都會成功 所以沒有成功來找我 去年懷季樂來這邊參加夜音季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愛 那時候就有講 如果我帶太太來 很有可能又生第四胎 所以去年沒有帶太太來 但是你們怎麼知道我沒有 沒有努力 一定有努力 去年升格三寶八的蔣萬安 憑第四胎還在努力 如同目前樂活公園八重 鷹也還沒花迅 這一波120顆寒鷹 大約只開四成 盛開期估計在這波寒流過後一周 大概只有三成到四成開吧 對 好像還沒有 難得來 而且還沒點燈 應該點燈之後更漂亮 從哪裡來啊 林口 樂活夜音季邁入第七年 不少民眾遠道而來 頂著寒流也要來賞鷹 更有不少情侶手牽手來感受浪漫氛圍 拍完啊 那麼拍一張 對 去年 去年有來 然後也是來拍一些美照這樣子 喔 對 對 打卡景點這樣子 沒什麼花這樣子 對啊 應該吃完還會多 這是第一次來這個活動嗎 第一次 第一次 對 粉紅櫻花逐步盛開 展期從過年前 橫跨情人節到二月底 即便這幾天寒流逆襲 仍然不解民眾閃化熱情 借著聽藍金發台北創報道